林委好 部長好 我想剛才幾位委員也就這一次的甘比亞跟中國復交的事件 大概都提了很多細節的看法 所以我在這邊我想再一次去跟部長就我們的外交政策做一些討論 長期以來不管看媒體或是看你們自己的這一些發言 對於這八年來我不管他簡稱叫什麼 他的概念上是台灣實質參與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 這樣子去推進我們的外交 那這樣子的外交的成績你可以講列舉幾個嗎 我想我們過去這八年來 我想在邦交國的部分其實關係也都是非常的穩固 我們跟非邦交國的關係特別是跟美國跟日本跟歐盟的關係 我想也是持續的成長 我們跟東亞的關係其實也有很多的進展 在這個國際組織參與的部分 當然最明顯的就是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大會 還有國際民航組織我們也具體的成長 另外在這個亞太經濟合作APEC 另外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事實上我們的參與也是逐漸的在增強 所以這一塊我大概都有收到你們的報告 Interpol的部分最近也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美方也是強烈的支持 所以就是說這個包括我看了你們的報告 包括像WHO是美國加拿大以及德國 包括他們整個歐盟27國挺我們 這是遠超過我們的邦交國的量 那Interpol也是嘛 都是是美國為主在挺我們 對現在是逐步的在進行 那ICAO國際民航組織是除了巴拿馬是我們的友邦以外 還有包括像巴西、德國、葡萄牙、比利時、愛爾蘭 這些挺我們的都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所以我想這一塊應該大概就是你們所謂的 我們過去幾年來可以得到非邦交國的實際支持 也就是說台灣你們這個外交政策 是說實際參與非政治性的這些國際組織的成績嘛 應該是這樣嘛 因為這些專業性的或者功能性的國際組織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在國際上面獲得最大的支持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過去八年來的一個算是整體的成績嘛 整體的策略上實際參與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 是有工具性的有實質功能的這樣子的 那也引起了很多我們這個非邦交國 甚至於超過我們的邦交國來支持我們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想要問 所以如果在我們這一個馬政府的這個外交政策裡面 有甘比亞跟沒有甘比亞到底有什麼差別 22國跟23國或是說像國安局講的 類似像甘比亞這樣子的國家其實很多 就是他們的國力其實很弱 那他們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難 那像這樣子非常需要金援 這樣子的邦交國不少 那我們有這個跟沒有這個有什麼差別 既然我們都可以得到這麼多非邦交國 還遠超過我們的邦交國了 我們為什麼還需要 有甘比亞跟沒有甘比亞差別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邦交國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一個主權的地位 我覺得是有它的重要性 這個部分我了解 對 沒錯 我們要繼續來維持 但國際上的支持當然希望能夠越大越好 但是既然過去幾年來 我們不去參與政治性的跟主權有關的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 我舉例來講好了 我個人是希望 台灣有一天我們的外交願景是 還有很多的台灣的民眾也是一樣 希望有一天以台灣的名字 在國際之間跟所有的國家一樣 平起平坐 最好全世界都是有我們的友邦 成為一個跟大家平等互惠的正常國家 這是我們的外交願景 那我想要問你 馬政府的外交願景 我想也不是像東德西德南韓北韓這樣 追求雙重承認嗎 有一天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世界上得到外交的雙重承認嗎 這是你們的外交願景嗎 目前當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們跟我們的邦交國之間的關係 我們當然要 部長部長我在講的是外交願景 對 目前是目前 我們要有願景才有辦法倒推回來去想說 現在我們需要幾個邦交國 這些邦交國我們要怎麼跟他來往 有甘比亞跟沒有甘比亞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的願景是有一天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全世界一兩百個國家都是我們的友邦 而另外一種願景 可能是像馬總統常常說的東西德南北韓 他舉的這種例子 所以是不是願景來講是有一天要雙重承認 那你才能夠倒推回來去講說 有甘比亞跟沒有甘比亞的差別啊 那以剛才前面來講過去八年來你們認為最好的外交政策是 實質性的參與非政治的國際性組織 那這個是現在 還是這個也是願景 如果永遠都是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還是要務實一步一步來推動 我們現在就是說 推動往哪裡去 我的意思是往哪裡去 因為我們有願景才知道今天有甘比亞跟沒有甘比亞的差別 對我這樣來講 當然會覺得我們需要友邦參與政治性的 可以強化我們主權的這些邦交國嘛 因為非邦交國比較敏感 不好 這個不方便在政治性的組織幫我們講話 所以我們會去計算 我們會去思考怎麼樣跟友邦來往 這個是有願景才可以倒推回來 你們的願景 不是以台灣的名字加入國際組織 也不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重承認 你們的願景是不是就是過去這八年來 你們覺得很成功的這一套 這個實質的參與非正之情 我想我們外交工作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能夠維護 要鞏固我們整體的國家利益 是 因為在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講的是外交願景 就是現在我知道 我剛剛我讀得非常的熟 對我知道 所以我剛剛前面也有回答出來 當然要按照我們政府所制定的一個 外交政策的一個方式 一步一步來推動 我講你20年以後 或是願景 以你們的外交願景到底是什麼 你們有一天要去參加政治性的組織嗎 如果不參加的話需要邦交國幹嘛 你們有想要有一天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重承認 或是像我們這樣台灣在國際之間 實質上我跟委員報告 實質上我們現在跟中國大陸在APEC也好 在WTO也好 實質上我們都是會員 這些都是經濟性的 我們剛剛就講前面 WTO WHO或是Interpol 這些都是實質工具 我現在問的是外交願景 政治性的 我們就是要怎麼樣能夠來累積我們在外交上面的 對 累積往哪裡去 你從現在還是沒有講到累積往哪裡去 沒有啊 所以我告訴你現在的問題在於為什麼 有甘比亞沒有甘比亞對你們來講看起來沒有什麼差別 對我們來講當然有差別 我現在要再問下一題 就是我要問那個陸委會的今天的代表 請副主委 副主委 我想請問一下 中國跟我們的關係空前良好 所以其實中國算我們的朋友對不對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說維持66年來的這個最好的狀況 是相對性的 相對性他現在算我們的朋友啦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部長 那甘比亞算我們的朋友嗎 甘比亞現在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但是他算不算我們的朋友 但我們跟甘比亞目前當然還是 基本上還是維持友誼 我們並沒有 那我想請問一下 既然這樣子的話 甘比亞他需要幫助 事實上按照這個國安局的這個裡面的 外交部的報告 他們經濟蕭條 財政每況愈下 政府發不出薪水 部會財測 國水電公司破產 人民是水深火熱 所以我們的朋友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他去我們沒辦法幫他們 因為我們自己財力有限 他去找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中國 他不是找我們的敵人喔 對我來講中國當然對我們是有惡意的 可是按照陸委會來講 中國也是我們的朋友 那我們有什麼好遺憾 那我們有什麼好遺憾 今天甘比亞是我們的朋友 中國也是我們的朋友 按照馬政府的邏輯的話 我們要推薦他去找我們的朋友啊 我們反而要推薦 我們應該跟他說 現在我們財力有限 但是我有個好朋友 中國 他現在可以幫助你 我會遺憾 因為我認為台灣需要邦交國 你們不用遺憾啊 你們應該要推薦 你們要主動推薦他們說 現在中國很有錢 我們希望幫助你 而且你跟我們斷交了以後 事實上 我想請問你 我們跟日本的關係 我問你 日本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日本當然是我們的朋友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朋友 所以日本跟我們沒有邦交的關係 可是日本在311 這個地震的時候 事實上是我們提供 我們朝野一致都去幫助他們 是的 我想問一下甘比亞 是我們的朋友 他現在發生這麼困難的事情 我們有透過民間的方式 去幫助他嗎 甘比亞 我想內部有很多的問題 但我們這一次所謂的遺憾 我知道 包括他獨裁者 我們去幫助他 有可能錢被他的獨裁者拿走 所以我們有沒有用民間的方式 例如說世界展望會 我們有沒有號召人民說 我們以前的朋友 現在過這麼慘 我們要趕快去幫他 雖然他去找我們另外一個朋友了 但是那個也是我們的朋友 所以不要跟他們欺負那麼多 中國也是我們的朋友 陸委會剛剛說的啊 甘比亞也是我們的朋友啊 朋友他並不是百分之百對你的好 所以事實上你要看 所以中國有的時候是朋友 有的時候不是 這個就是我跟他講 你們全部混亂 陸委會認為中國是我們的朋友 如果今天我對朋友 我們認為中國大陸這個動作是非常不友善的 我想 如果事實上 對我們這種認同台灣主體意識的人 當然認為他不友善 可是按照過去馬政府八年來的說法 對方是空前對我們友善 因此像甘比亞發生這樣子的困難的時候 我們反而要去介紹 中國這樣的朋友給他們 按照你們的邏輯啦 不是我的邏輯啦 可是我看不懂你們的邏輯 你們是全面不亂的邏輯嘛 我們需要甘比亞是因為長期有一個外交願景 我需要甘比亞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 我們長期台灣要成為一個 在世界上一百多國都是我們友邦的國家 另外一種可能性 也不是你們的 是要雙重承認 但是你們都不是 你們沒有願景 所以甘比亞沒有問題啊 對你們來講 有甘比亞跟沒甘比亞 我們覺得中國大陸 我想這樣的一個動作 不想 對我們事情也對我們 我要再一次問你 你們提出來的 WHO 英特補 ICAO等等 都是非友邦國家支持我們比較多 友邦對我們的幫助實質上很少 所以甘比亞 你剛剛一開始不是這樣講 你說你們最強 這個最實質的幫助是因為非友邦 我們有擴大國際上對我們的支持嗎 事實上我們友邦在聯合國 從變化裡面都有在支持我們 你們又沒有要加入聯合國 我要敲入聯合國 你們又沒有要敲入聯合國 你們過去八年來 沒有我們的友邦 事實上在其他的國際也有在支持我們 我在這邊 我必須回來 對 講一下 你們就是整體的矛盾 我覺得你也很難做 我想沒有 因為馬政府沒有一個清楚 馬總統沒有一個清楚的外交願景 所以你無法倒推回來現在講說 有甘比亞跟沒有甘比亞的差別 你們講的遺憾 也令大家都覺得很矛盾 因為他去找的是另外的我們的好朋友 基本上我們要樂觀其成 如果按照你們的邏輯 你們要樂觀其成 結果我們 不是樂觀其成 你應該要去到處 需要幫忙的地方 讓我們 不好意思再給我一分鐘 按照你們的邏輯 中國跟我們 空前良好 我們自己的友邦 我們幫助不了的時候 應該要介紹中國去幫他們 按照你們的邏輯 然後 而且我們 我們因為要參與實質性的非政府組織 所以也跟中國不會尷尬 因為我們的重點是 非政治性的實質參與 所以 我們介紹中國給他 應該是你們 應該可以做的事 所以我看不懂你們的遺憾 我看不懂你們的遺憾 除非你們現在像剛剛 陸委會的代表講的 他有的時候朋友 有的時候不是 那這樣子你們就是沒有一貫的想法 你們沒有一貫的想法 也沒有外交願景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 進退失去的原因 那在這邊我就 我沒有辦法幫你們做一個 這個 結論 因為這是整盤爛棋啦 那我希望 下一個新政府要好好的思考這件事 如果是用你們的邏輯 應該要多多的 像你們這樣的方式 其實 甘比亞有或沒有都沒差了嘛 對你們來講的話 所有你們舉出來的 過去參與的這些重要國際組織 都不是我們的友邦為主在支持我們啊 友邦都有在支持 當然我們需要在國際上 一開始的時候你不是這樣講 現在我講到最後你就說友邦很重要 你也知道友邦重要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對方這樣 哇我們不重要 不行對不對 要有外交願景 我們才有辦法推回來 甘比亞重不重要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我們請李孫玲